解封了好想出国玩哦 不对该去拜访客户了 听说东方开发最近行销业绩成长很多 一起来了解他们成长的秘诀吧 我们公司主推的商品 叫做车用的智慧屏幕 它是可以让驾驶人 在安全的状态下使用手机 包含Apple的CarPlay系统 跟Google的Android Auto系统 两大系统都可以用 我们想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 在疫情期间 那个时候不方便外出展览 那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在搜寻各式各样的机会 就有一次接触到一个网红 他说要帮我们做开箱 他也拍完影片然后给我们看 那他就提了个问题 能不能跟他做佣金拆分的方式 那我们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平台 后来我们在搜寻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台湾经贸网的买卖网 它实际上有这样的服务 可以单独拉出一个商品 被搜寻到的时候 它会指定到指定的商品网页 而且网页内不会有其他的商品连结 这样的话会比较干净一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加入了 台湾经贸网的尊爵会员 用的最多的是远端的采购说明会 或是采购的洽谈会 报名完之后他们会经过配对 也经过厂商赛选之后 我就可以做远端的这个采购会议 像这样采购会议 我们已经使用过了超过五次了吧 刚开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网红的介绍 它带来的基本上是消费者 可是消费者多了 里面就会出现厂商 实际上我们是有时候到厂商直接在上面跟我们购买样机 然后再回头问我们说有没有办法做代理 买办望它不只是做B2C 它在做B2B实际上也会有成绩 只是要时间去累积 真的需要时间去累积 我们真的去了解到什么叫做SEO 什么叫做关键字 因为我们过去的关键字的定义 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经过辅导之后才发现 我们所认为的关键字应该不能被称作关键字 那只是一般广义的搜寻字眼而已 就不像是有效的 有指定性有指向性的一个字眼 能够很顺利的导到我们公司的商品 我觉得这个在实际上差异还是蛮大的 这部分很明显 真的非常明显 在辅导之前 我们一个月能够收到两个商机的询问 就算非常多了 辅导之后四五个月过来 每个月都超过八件 透过这些辅导之后 我的库光度真的变得比较大 所以也比较容易被客人搜寻到 经贸网上面的流量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它的成长率超过30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辅导是有效的 从应用数位行销这件事情 我会比较强烈建议一件事情是 一定要在有足够的能力 跟足够的资金投入才开始 而不是说我想开始就开始 因为它不会有成果 我是认为说 应该要先对网路行销做一个基本程度的了解 而不是说我今天想投入就跳进去 因为这样失败率太高了 而且不会有你预期的成绩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对关键字的定义根本就是错误的概念 如果说一开始你投入的时候 用自己的概念来去写关键字 我相信它不会有成绩 因为它没有指向性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次的辅导过程中 我才了解什么叫SEO Google在搜寻的条件上面 他们的一些想法概念 跟我们想象中的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个人是还蛮建议的 参加之后才知道它有这么多的服务 而且它这些资源 比我想象中的多